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的時間 你去喝咖啡的時候 會碰到你不喜歡喝的咖啡嗎 或者說你才剛接觸精品咖啡 還不是很習慣喝單品咖啡嗎 那如果你碰到一杯不好喝的咖啡 你又捨不得整杯放著不喝 那該怎麼辦呢 今天學長告訴大家 如果碰到一杯你比較不喜歡 或是不習慣的咖啡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救救他 那根據學長跟很多學員溝通 剛開始喝精品咖啡的時候 不習慣會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可能會覺得酸味太重 你可能平常不習慣喝太酸的咖啡 你會覺得不舒服 或覺得怪怪的 第二個可能覺得太濃 你會覺得哇 入口上面很刺激 第三部分可能會覺得太苦 或是有色感 好 這些問題都可能會讓你在喝 新品咖啡或是喝單品咖啡的時候 覺得不太舒服或不太習慣 那學長今天告訴你一個方式 是可以減少這些問題 並且讓你慢慢接受單品咖啡的 這就是加水法 那加水法是什麼意思呢 顧名思義呢 在喝咖啡的過程之中 剛開始我們濃度一定是最高的 而且精品咖啡的特徵是什麼呢 就是從不同的濃度 從濃到淡 你可以喝到不同的感官 那第二點就是 不同的溫度 我們也可以喝到不同的味道 那有些譬如說花香味 可能在溫度高的時候很顯著 可能水果香或是水果酸 可能在低溫的時候才比較顯著 那我們可以知道 濃度和溫度就會影響到 你一杯咖啡的味道囉 所以如果你今天碰到一杯 你不喜歡喝的單品咖啡 甚至是其實你也沒有不喜歡 但是你想要嘗試一下 不同溫度或不同濃度的 這杯咖啡的味道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怎麼做呢 就是好 那你今天點了一杯咖啡 如果你喝了一兩口 你覺得無論你是任何的原因 覺得可能沒有非常喜歡 太酸 太苦 或太苦 都沒關係 你可以就跟咖啡店要一杯熱水 當你喝一兩口 可能剩下 或是喝到剩下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加三分之一的熱水 加一點點熱水 這個時候你的濃度會燒降 但是你的溫度會從 你也喝到一半 會從較低的溫度再爬會比較高的溫度 這時候再去重新喝 如果你不喜歡這杯咖啡的話 酸質可能會降低 然後苦味可能會降低 濃度可能會降低 可能讓你可以喝到更多不同的味道 那你繼續喝 那你又喝到 又剩下一半的時候 可以加第二次水 第二次一樣加三分之一的水 回到大約三分之二的高度 一次也不要加太多的水 適量就好 然後再喝 這個時候通常 因為這時候的粉水比 已經拉得很開了 所以你的咖啡一定會比較清淡 但是通常比較清淡的時候 咖啡的甜味 這時候 可以出現得更顯著 所以從最高溫喝到最低溫 從最濃喝到最淡 其實藉由兩次加水的過程 是可以讓你的風味做一些調整的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或是你還不熟悉金米咖啡的人 可以藉由這樣的動作 讓你去慢慢的熟悉 或者是規避掉一些不喜歡的味道 讓你可以喝到更多更精緻的味道 所以這個方式非常鼓勵給大家 無論你是初學者 或是你碰到一杯你不喜歡喝的 因為它們都是非常好的方式 好 那這就是今天硬派90秒的所有內容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學長的頻道的話 也歡迎你來訂閱囉 加水法真的是個好方法 鼓勵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囉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